我會告訴我所有的遞人 就是因為黃熊貴 這樣子畫圖 我就退縮了 你就說 這個地方你一定要白椅子 不能給你畫 你也說沒有問題 你沒有說沒問題 你沒有說沒問題啊 你也不可能說沒問題好不好 很多的嬰兒車的媽媽 問你們這邊 那個計程做什麼頂 理長到我來畫人行道的啊 你不是很幫我們醫生嗎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對我 然後那個請問 那個計程做什麼頂 之後計程車沒辦法停耶 你看我要上到那個 我要上到那個市長那邊 去跟他告這件事情 你跟市長去做協調 然後我講不行的話 我跟你說 我是老醫生的 我這次想退休 我又告訴我所有的病人 跟他說 就是因為黃熊貴主張這樣子的話 所以我和醫師準備退休了 我就跟你講這件事情 我沒有一定要做醫生 我也不想要服務這邊的人 這邊所有的選區的人 到時候都知道你非常有名 你幫我們畫成這樣 我再跟你講 真的我真的要退休了 何醫師 何醫師 我沒有那麼想要這樣子 我沒有要跟你吵架的意思 我就今天里長跟我來做 里長也不會有這樣同意啊 里長沒有這樣同意 里長找我來畫人行道的啊 然後 不是你這樣子 對我做一個 幫我打廣告或宣傳的方式 然後或是情緒勒索我 我也會跟方會講啊 因為你不是很幫我們醫生嗎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對我 問題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更慘啊 你就說你這個地方 你一定要把椅子 因為你的客人 你的病患非常的多 所以這個地方是 是一定要放椅子的 這個地方不能給你畫 所以那時候才從這個地方 開始往旁邊 你也說沒有問題 我從外面有說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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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說沒問題啊 我直接不可能說沒問題好不好 我們也不想 我希望說 剛才是好不容易 今天接下來的人行道 就像格設的那樣子啊 這邊歐斯桂花 這邊有很多的嬰兒車的媽媽 他們當時這個地方 因為你們這邊整鎖的客人 真的很多 滿到外面來 他們也只能走著 走著外面 那時候這個是馬路哦 這個時候是馬路 他們穿著嬰兒車走馬路 我覺得真的是行人路全的一個部分 也請人坐這邊可以體諒啦 通虎落街你這樣走過去 只要走到他們那邊去 也是都一樣這樣子走 我們在這裡已經19年了咧 19年有出問題過嗎 我們在這邊19年真的沒有問題啊 阿拉 你走一次通虎落街看看 醫生你沒有問題 其他人行人走路的人有問題啊 他們就能走在馬路上 只有能走在馬路上 只有能走在馬路而已吧 不是他們真的是只能走在馬路 我放心 我做了正確的決定 猛一看向紅豆 精緻小巧又可愛 歷經一個多月的磨難 今天早上 新生命誕生 光暗孵化的小傢伙 這晶瑩剔透的樣子 就像見證一個生命的誕生和轉變 他們互相依偎 充滿溫暖與喜樂 歷經一個多月的磨難 今天早上 新生命誕生 實在很不容易 也令人感動 就在上個月打掃時 在花盆下 發現一顆怪東西 猛一看向紅豆 仔細看呢 精緻小巧又可愛 似乎有著無限生機 但很現實的是 這顆東西的未來是不樂觀的 要嘛被太陽曬乾 要嘛被路過的人踩爆 雖然可憐 但也是她的命運 當正要隨手 扔進鄰居的院子時 天空忽然出現一個聲音 我燉食物了 趕緊拿個小盒裝起來 讓這東西遠離危險 記錄日期 證明我日行一善 經過一個多月 前陣子雙十一把錢花光了 現在我不但沒飯吃 精神也得到全面升華 好的 讓我們來關心 剛剛孵化的小傢伙 這晶瑩剔透的樣子 就像見證你的生命的誕生和轉變 他們互相依偎 充滿溫暖與喜樂 也讓我們知道有愛的珍貴 很高興我做了正確的決定 並且勇敢地去執行 我想 往後我的人生視野 必定更加寬廣與善良 現在 我準備把他們扔進鄰居家裡 讓大家共享喜悅 你怎麼去抓一支小牆 讓它又不會用拖鞋打 又打到爛掉 你就拿這一個 把它反過來 慢慢噴 慢慢噴 慢慢靠近 零下50度 小牆就直接洞 雙十一罐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一個壓縮的氣體 好 跟它一樣 搖也有聲音對不對 你不相信的話 我剛剛就直接噴出來好了 剛剛講過這個呢 幾下是液體 對不對 上面是氣體嘛 我把它倒過來用對不對 好 倒過來用 倒過來用就液體直接噴出來 好了 所以生活中有很多東西 你需要用一些知識 去製造一些東西出來 好吧 那你自己看囉 好 不要抬頭 這樣就夠了 好不好 來 我做冰塊給你看 把它倒過來 這不是冰塊嗎 看到沒有 這不是冰塊嗎 這個 這個 看到嗎 冰塊 冰塊 製冰達人 你怎麼去抓一隻小牆 打一隻小牆 讓牠又不會用拖鞋打 又打到爛掉 又會傳染病 又非常非常的 這個人道 小牆道的把它處理掉 你就拿這一個 把它反過來 慢慢噴 慢慢噴 慢慢靠近 零下50度 小牆就解凍 你就拿到外面去 對不對 你要把它捏碎也可以 懂意思嗎 你要把它放掉解凍 讓它自己跑掉也可以 小牆很強的 好 我這裡沒有裝個東西 看到沒有 這有水 你不相信嗎 來我們看 我倒一件水 水在這裡看到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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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沒有 來出去看喔 嘴在這裡 這可以喝嗎 看了沒 好 OK 只要看不見的水 有嗎 要不要喝看看 我要 來過來喝看看 來 喝一口來 好喝嗎 冰冰的 喝一口對不對 有什麼感覺沒有 有什麼感覺沒有 你別笑 昨天晚上一定是 這個上網上太晚了 什麼都沒看到 愛惜水水 對 愛惜水水 在這裡喔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這聲音絕對不是我裝的 因為喝了這東西下去 喜歡這個油脂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它喔 你有發現其他更具報復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秀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